王阿馬,二臣相信假以時日 八旗子弟一定會明白 朝廷的一片苦心 現在只是靈抱一小撮人帶頭鬧事 若然此刻朝廷讓步 整個改革就會功虧一跪 人真,朕也相信 你的新政可以改善大清困局 但仍不可以操之過急 八旗子弟對新政的激烈反應 出乎朕的意料之外 畢竟八旗子弟乃大清之根本 絕對不可以生命 王阿馬 治國應以和諧為先 讓你一意孤行,只令同室操過 最終才會淪為大清的罪人 朕已已決,你跪安 喳 二臣告退 皇上,這茶適合喝的 明明是對正下約的良方 為何要有人反對,就退讓撤回 皇阿馬心裡應該很明白 貧富不均,已經令滿漢兩族 磨擦家劇,衝突迫在微節 改革是刻不容典 這件事不能夠完全怪皇上 四爺,恐怕你也要負上部分的責任 我也要負責任 從政者應該有勇氣 懂得當機立調 絕對不可以負仁之力 虎先生,我還是不認同 靈土當日最重鬧事,目無王法 目的就要挑戰朝廷,製造聲勢 若四爺當日能夠狠心一點 當眾處斬了靈譜 這樣就可以震懾到反對者 警告他們,千萬不要蔑視朝廷的權威 此舉既可以殺一警白 又可以顯示四爺你改革的決心 可惜一時心軟,反受其累 反對新政的奇人 將四爺你的仁慈視足軟弱退縮 令他更加肆無忌憚 加大反對的聲音 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我乃念到靈譜是大清國終臣之後 若然殺了靈譜 會傷了八旗子弟的和氣 所以就不忍心下手 看不到我一念之忍,處成了大錯 仁慈本卑壞事 但是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很容易會誤大事 皇上之所以遲遲不敢推行新政 因為自知,心慈手軟 所以想四爺代他出手 可惜,最終還是令皇上失望 大清積襲多年的弊病 確是不容易醫治 要下重藥亦無可奈何 所以四爺,你要改革新政 就不可以怕得罪人,不可以怕流血 為首為美,進退失據 只會重蹈皇上的覆轍 大清就難有前途可疑 為我辜負了大清的百姓 辜負了皇雅馬對我的忌諱 勝爺,你是無需要太內疚 所謂經一事,掌一致 相信這次之後 你更加知道要得到政治並不容易 要治理天下,不可以單靠人事 更加需要智慧、血心和勇氣 缺一不可 周皇上 桑雅徒率領八旗子弟兵作禮 克下以兵臨成衙,將京城重重包圍 西山大營的近衛軍全部在哪裡? 回皇上 西山大營由兵部尚書雅古南統率 雅古南失其所蹤 所以無法調動兵馬遲緩 如臨軍統帥,屠安泰何在? 皇上,如臨軍統帥屠安泰 無故將宮門緊閉,可不可以亦… 如臨軍都造反? 屠安泰是正皇旗 以索雅徒同卒一脈 都是射屬一禍,他們有何要求? 回皇上,逆賊要求… 說 逆賊要求皇上釋放太子,並立即順位 如果皇上踏穩,便可惜干戈 否則會大開殺戒 簡直是膽大妄為之極 大家認為這件事應該怎麼處理? 皇阿媽,索雅徒不知悔改 一再逼供,簡直罪行吐天 以臣認為萬萬不能就罰 以臣贊同伯阿哥說法 但是如今止禁城內兵力狂躍 如何要逆賊抗衡? 所以二臣認為先將禍根清除 方為常策 清除禍根?究竟什麼意思? 叛兵的目的是要讓太子復辟 只要將這個奢望徹底毀滅 他們自然會目標遁失 圍城之困自然不攻自破 意思是要朕刺死太子? 唯有這麼做,只能斷絕叛軍謀反之心 忍堂 朕沒想到這句話竟然出自你之後 作為骨肉兄弟 你怎麼會有這種這麼沒人性的想法? 黃阿媽,二臣只是懲急為遺城解困 只打算這個絕地反擊的對策 請黃阿媽恕罪 黃阿媽,九弟只是一時衝動失言 令黃阿媽傷心,請黃阿媽恕罪 請黃阿媽恕罪 太子被囚禁於忠仁府,失去自由 雖生有死 忍堂,你竟然要朕將太子刺死 要朕背負殘殺親兒的千古罪名? 簡直令朕痛心入骨 二臣罪該萬死 皇上,如今情況危急 都是先解決為性危急為要 忍堂,朕姑念你無知失言 若敢再犯,朕一定不會放過你 二臣之罪,謝黃阿媽寬恕 平親 謝黃阿媽 人真,你有何看法? 索額同率領八旗子弟兵為成 相信是對最近推出的身證有所誤會 二臣認為可派特使與之談判 事情或可有迴轉原地 人前呢? 回黃阿媽 二臣認為可施援兵之計 一方面假裝與索額圖相宜 同時等待援兵,方為相殘 曾亭玉,你呢? 微臣,都贊成四哥和八哥的想法 先派特使與索額圖交使 蓋也沒有轉彎於地再作別儀 一則可援兵 二則城內百姓可避免無情戰火 好,朕同意 但是這個特使一定要意志堅強 不卑不強,不可以丟朝廷的臉 你們當中誰願意接受這個差事? 二臣推舉八哥出任特使 二臣亦贊成十四弟的建議 二臣亦認為八弟定能升任 恩智,你有何看法? 二臣願接下此差事,並會揭盡所能 不欲皇命,不讓反賊得逞 現在京城的情況真是迷急 沒錯,京城現在已經被索額圖的 八旗子弟兵所包圍 而緩兵又遲遲未到 一旦譚潑破裂,恐怕會發生流血事件 所以我急急趕你 希望毛雪姑娘可以幫忙 將書仔的小朋友 移送到安全的地方,依冊萬全 那你現在處境不太危險? 你放心,我沒事 但是毛雪姑娘,你自己也要事事小心 知道嗎? 小心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